大家好,我叫黃志鵬 是台灣自2010年到2016年之間駐越南的代表 在2010年之前,我曾經任外貿協會的秘書長跟經濟部國貿局的局長 在越南的工作期間,連同以前訪問越南率團去做經貿推廣 以及參加越南加入WTO的台越雙面諮商談判 建立了很多的情誼 所以在工作上很順利的展開 也對跟越南的台商,越南的廣大的商業界、學術界、企業界 跟越南官員建立了非常濃厚的感情 這五年多的工作,我見證到越南的成長、飛越的進步 以及越南朋友們熱情、眾友誼的態度 所以培養了很深厚的情誼 所以自從我2016年雖然退休離開公職 但是我在工作上一直沒有離開 對於推動台越雙面關係的努力 所以我現在除了擔任全國工總的顧問、工商協進會的顧問 以及一些工商團體來往跟獨立董事跟顧問等等 每天幾乎同時所做的都是圍繞在越南有關的工作上 在這個工作歷程裡面 我很高興地認識了南陶亞洲的黃董事長齊源 經過幾次的來往 我發現他是一個很具有創造力 也很有執行力的一個企業家 那也很感謝跟欣慰地知道他對越南事務有興趣 所以他很快地邀集了一些好友企業界的先進 成立了東南亞影響力聯盟跟東南亞影響力大學 這個大學是一個虛擬的大學 那是沒有實體的校舍但是在網路上做推廣 最近他又發現到台越之間關係需要在人才的媒介 也就是我們廣大的台商以及未來將要到越南去投資做生意的台商們 需要越南語言的人才包括越級跟台級 那所有這些人才包括越南的學生 台灣的學生以及第二代的新住民 他們也都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好的工作 那麼供需之間呢有人在努力 但是沒有一個很廣泛的平台 所以黃董事長發現到這個空間呢 他就很快地希望能夠組成一個TV站 那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 而且很有發展空間 而且應該可以成功的一個工作 所以我很樂意來這邊跟大家介紹這個事情 也希望能夠參與這個工作 讓他的規劃能夠逐步的實施 讓這件事情能夠對於學生求职者 以及業界經營者能夠得到一個雙方的滿足 所以預祝這些事情成功 也祝福各位業界新進朋友 世界蓬勃發展 生理健康 萬事屬利 謝謝大家 我們在星期間 我們來做這個 來喝 即, came